当然,我们文字云这个范例是用HTML5的范例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在Google查一下文字云这个关键字 当然网路上有蛮多的啦 所以你看这边有个,第一个其实就是五个文字云的网站 还有底下有蛮多的,就是介绍还蛮多,不是只有这一个 也就是说关于文字云,这个其实也是大数据分析的一种方式 那这边其实除了文字云这个名称之外,其实也叫做标签云 那至于标签云里面到底什么意思 我想你们也可以自己在这边看一下维基百科啦 其实这个当然就是把那个关键字视觉化的一种描述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如果没有用这个方式去看资料的话 其实你会看不到一些不同的面向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从一个数字里面看到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字 以前的话说真的很难 以前我们那些书我们就怎么样 从头看到尾,但是哪一些是最多的 可能印象中,印象中好像哪些字词是出现最多 但是仅限于印象中 但是如果问你说数量是多少的话 我真的还没办法讲 而且如果你叫我算的话 我怎么算出来 但是问题现在这个年代讲究是精确 你不能说好像,似乎可能 那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根本就很不精确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精确的方法 那当然我是觉得第一个你可以用标签云 它可以把某些关键字词用视觉化的方式做描述 其实还蛮好的 那这里的话就有,它有介绍五个啦 那我们这边是,我是取第一个就是最多人用的 就是HTML5这个啦 就是这个啦,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也,它好像会做个介绍 那其他的话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别的 我觉得底下应该蛮多其他的 其他的我是没有特别去用过 所以如果你们假设有时间的话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这个好像有些是免费的,有些可能要付费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主要是用贴上的方式 复制贴上文字 但是如果你的资料量太大的话 不太建议,像刚刚文语好像 大概一万,我记得一万多字吧 一万多字贴上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把红楼梦全部贴上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它资料量有一枚耶 它是贴,贴一百万字贴过来 我不确定啦,要我直觉也不会这样试 不过我建议你们可以把前80回跟后40回 可以把它拆开去统计分析 那你要统计分析的话 我其实在云端上面 有放了很多我自己收集到的一些文字档案 那这个文字档案除了你们现在上面看到之外 其实这边还有个古籍,古籍TST啦 这个里面有还蛮多的啦 比如说像什么 隐文子啦,孔子家瑜啦,孔虫子啦 这些啦,甚至孙子,鬼谷子等等的一堆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清末民初写的 比如像这边好像这个我不知道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你把它打开来看,这好像胡适写的 他是在他那个年代 讲到说如果你要研究国学的话 最少你要念哪些书 他把它列出来 当你现在看你会觉得 哇天哪,这怎么可能 还有思想史有这些 他连自己的也把它加上去了 而且他这个中国哲学史大纲好像没写完 只有写上卷而已 还有这些二十二子 还有这些四书、末子、庄子 这么多,还有吗?还有 还有 他这个是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 天哪,我一看最低限度 应该是目前已经是最高限度了吧 OK 那当然呢,时代不同啦 所以如果假设用以前人的方式在做学问 那真的会昏倒 因为你根本看不完这些东西 所以我那个年代我就想说 我怎么可能看得完这些东西 但是我有个方法 我可以把它数位化 我可以把它变成我随身可以携带的一个资料 以前人不行吧 以前没有这种电脑、网路云端 那当然不可能把它数位化 可是我们这个年代是可以的 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收集各式各样的数位化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没有像有些老师买一栋房 一栋透天全会买一堆书放那些点集 像这些 但是我花比较多时间是我会收集所有数位化的点集 所以很多像人家扫描的那些图档啦 或者是说把它输入成文字的相关资料 其实我收集还蛮多的 OK 那我博士论文做的其实就古今图书集成 相关问题研究 古今图书集成 其实一般外国人称它叫康熙百科全书 它的字数就差不多一七千万字 OK 所以以前我就一直觉得有一个问题 这么多的资料说真的 我怎么做得完 我穷极一辈子我也做不完 所以我们应该要换方法了吧 那要怎么做 一定要用一些数位的手段 可以把这些资料就把它稍微清洁 而且再来可能要想到一些问题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不是做给自己用就算了 你一定要跟这个社会连结 因为你做这东西干嘛 因为这东西其实为什么会传了几百几千年还存在 表示说这些东西是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问题你说现在谁读这些东西 谁读得懂 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些东西应该要存在 比如说 有没有一套很方便的那个什么 文言文的翻译软 如果有的话你在心得的时候可能或者再告诉我一下 如果有那种文言文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读一个文言文 我可以直接像Google翻译一样 可以直接把它mark 然后把它直接就传送过去 它自动帮我把它翻译完成了 那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那该多好 另外的话还有有一些资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那有没有办法自动帮我标点符号 如果有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 可是目前即便有但是好像也不见得那么的公开 很容易找到 那当然自然而然啊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啊 一般人说真的你要阅读这些东西就是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慢慢当然也就越来越不会有人去看这些东西 自然而然这些东西也就慢慢的话也就消失了 即便它是非常好的东西 OK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这个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 还有什么这边还有英本书啦 国学入门书目及读法 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好像是这两起超写的 这个两起 OK 国学书目我看了真的就 不得 那再来这个国学入门这个是两起超写的 我觉得它写的蛮好的 要怎么读书啦 OK 那如果你没有空 那其实这个资料大概我已经收起 我记得好像应该超过20年了 那我最早是把这个资料放在我的PDA 不知道各位知道在手机 现在自卫型手机还没出来之前有所谓的PDA 我把它放在PDA里面 那随时当个阅读器 我就阅读这些文章 不过我越是看 天哪 我念中文系 要把它念到毕业 念到晚 我真的是这一辈 穷极一辈子 我可能也做不来这么多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念书真的蛮辛苦的 所以后来才想说 不行 我可能还要用别的方法 所以 才想说现在电脑这么的发达 所以我应该想各种其他的方式 来做一些研究 我才有办法 可能做出一点点像样的东西 有没有 你换个方式嘛 你不一定要用以前的古人方法 从头把它念到尾 但是你可以怎么样 类似你可以发展出一套东西 像我们文字语你也可以 至少可以看出哪些声量是最高的 它会自动帮你断词之后 然后告诉你哪一个 这个文章里面的重点在哪里 你可以先挑重点之后 再针对重点去学习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我觉得有的是 用现在最好的方法来做研究 当然是最聪明的 所以现在还有什么AI 所以以后是不是能够把AI 跟文学结合在一起 能不能插出什么火花 当然可以啊 可是要怎么做 这个恐怕你们要去思考看看 像我最近看一本书里面写到AI 我觉得很妙耶 CHPT不是只能写程式 它其实还可以写诗 所以你可以指定它说 可不可以帮我写一首七言还是五言的绝句还是律诗 你会发现它真的可以写出来 你们待会也许可以试试看 CHPT里面不是只能写程式 它真的非常厉害 它甚至还可以帮你写诗 而且帮你写词 我不知道他们的词牌 或者是可不可以学曲 甚至可以帮你写一个短篇小说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因为好像很多人 甚至没有灵感的时候 可以找CHPT去帮忙 先帮他创一点东西 至少有一些灵感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这边还有 在我的云端上面 我有放一个叫做 《国学入门书目其读法》 这边其实蛮可以参考 我觉得梁景超想法是还蛮好的 而且我印象中记得梁景超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跟徐志摩的事情 因为徐志摩不是跟陆小曼爱得要死 然后回去去跟他爸爸讲说 我要再娶 我要离婚 我要再娶 他爸爸真的非常生气 因为那个年代谁能接受离婚 还有再娶的事情 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 当然你不能用现在的思维 以前年代非常保守 然后后来的话 他爸爸说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有一个请求 就是 你的证婚人 一定要找梁公 就是梁景超 OK 因为梁景超这个人 是既恶如仇 他觉得说 你这个显示是混蛋嘛 所以 他后来梁景超 后来徐志摩为了真的要跟陆小曼结婚 真的去邀请梁景超来证婚 哇 那个场面真的是 应该是世界 所以你其实可以Google查一下 如果你查什么 查那个梁景超 后面应该会出现徐志摩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太晃动了 我觉得真的是 那个 那个 而且当场 梁景超当证婚人通常是讲好话 我想结婚没有人说 那个梁景超 这个 讲那个结婚的两个人 结果没想到 这个梁景超还真的是大放厥词 在那个 满堂的那个什么宾客的面前 就开始讲说 徐志摩说 不不 梁景超说 徐志摩 你这个人性情浮躁 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 天哪 这什么 然后你这个人用情不专 以致离婚再娶 然后点点点点点点 讲了很多啦 骂了一吐 然后你们两个人都是过来人 都是用情不专 以后要什么 痛事 悔悟 重新做人 啊 底下那个胡适已经开始不知道 想要钻一个洞藏起来 因为胡适在底下真的 梁景超会也是胡适找去的啦 所以胡适想说 也跟梁景超说你下手不要那么狠 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讲 所以 当时 我们知道 徐志摩跟陆小曼 真的是羞愧难当 而且 本来应该是 那个宴会应该是很热闹的 结果没想到一点声音都没有 而且所有的宾客应该 真的想要赶快走了 赶快吃吃走了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啦 所以这个徐志摩 果然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如果有的时候太正直的人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也很难跟他相处 因为他其实应该没有所谓的幽默感 好 所以这个地方底下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我这边有收集蛮多相关的一些经典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再自己找到 像十三经甚至是送礼学等等的 你们可以拿来做一个练习 那其中的话 当然我们先用论语来试试看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资料是论语 那请各位特别注意 我刚刚直接按右键下载 特别注意这样是不OK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试过 如果你直接下载的话 它会是一个wall檔 所以刚刚好像下载完之后 它这边是一个wall檔 如果你把wall檔给文字云 他不接受 所以你浏览一下 档案的地方浏览 那你会发现他不接受wall 他只接受文字檔 所以你文字檔要怎么让它产生的方法 记得第一个 你就在这边找论语 假设我先练习用论语 然后你可以把档案这边可以把它直接下载 记得打开之后下载的地方 找到那个存文字这个地方就OK了 然后它下载的话 就会存文字的档案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资料 直接喂给文字云 它应该就OK了 所以把它浏览一下 我看一下 罗宇这边有了 我已经下载过了 然后开启 然后直接按开始 这样应该就可以跑出来 没问题 那另外当然 其他你也可以练习 我也试一下 当然红楼梦这个前80回跟后40回有什么多大的差别 当然你可以把它载进来 不过这个档案比较大 所以你把它下载的话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 那我把它前80回下载 然后成一个文字档 另外后40回我也下载 所以一样的方法 我把它这个地方一样载入 所以返还之后的话浏览 你看 然后这边有前80回 看一下 然后按开始 它就开始跑了 不过我发现 这个理论上应该前80回 总共大概就是大概六十几万字吧 跑起来六七十万字 跑起来速度其实也蛮快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最多的就是宝玉 这应该毋庸置疑 那其次的话应该看到什么孝道 然后贾母、奉姐 这些好像都是算是出现 还有待遇 出现次数相对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后40回如果你要做个比较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不用返回 你可以再怎么样 把这个网址复制 或者说另外再开一个 另外再开一个文字云给他 就是等于是你可以开多个网页 然后浏览的话 把后40回的部分拿来做分析 有没有档案 记得浏览 然后把案开始 那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主角一定是不会变的 像什么 像宝玉这个应该是 凤姐刚刚也是算是主要的 可是其他好像有一些地方 就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哪些地方不一样 像什么黛玉这个就出 这个就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基本上 黛玉在哪里 黛玉好像就找不到了 OK 还有什么呢 宝钗这边出现 那当然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一样你可以 假设你希望知道说 到底他的那个关键是哪个 是最多的话 那其实你也可以按下编辑 编辑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也会帮你统计出来 哪些的数量是多少 有没有 宝玉是第一 其次 孝道这个我看一下 如果跟这边比起来 这边也这样可以编辑一下 那一样你把它往上拉 拉到最上面 他这个是宝玉 还是第一名 这没错了 可是其他的话就是什么 好像孝道就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那么 所以人家就是有提到 好像前80回感觉 这个文章读起来比较轻松 但是后40回感觉 读起来就比较曲情 因为他好像感觉还是 比较封建保守的观念在里面 可是前80回好像比较 希望能够摆脱这种传统束缚 OK 所以里面文章叙述相对是 比较洒脱一点点 OK 那底下的话 当然你可以再把它稍微分析一下 这边有这个待遇在这里 待遇相对是比较少 其他还有像宝钗等等的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 两个比较 OK 那当然呢 如果说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真的去统计一下 比如说 《红楼梦》里面 这个人民出现哪些最多 然后呢 我可不可以从文章里面 去把它统计出它的数量 如果可以的话那更精确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我刚刚这边是从文字运里面 主要是抓那个 《红楼梦》来分析 当然你也可以做其他的分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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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